都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 生活在舒适的地方 享受着生活带来的一切 但很多人不知道 地球上还有一些充满危险的地方 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些 人类所知的最极端最危险的地方 埃塞俄比亚境内的达纳基尔沙漠 是地球上温度最热的地方之一 它的面积有13956平方公里 是一个荒凉炎热的火山和干旱的地形 这里很少下雨 一年的降水量不到2.5厘米 平均气温是34摄氏度 最高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50摄氏度 这是一个严酷的地方 这个地区是非洲构造板块 在离开亚洲时形成的 这里有许多由熔岩流支撑的湖泊 这些熔岩流堵塞了数个山谷 覆盖了整个地区 还有一个巨大而持续活跃的 玄武岩顿形火山 宽50公里 地下有层层熔岩向外流 尽管这里的环境是无情和充满危险的 但埃塞俄比亚盐矿工人骑着骆驼 在这片荒地上收集盐块已经持续了几百年 地球上有大约1500座潜在的火火山 这还不包括在洋底活动的火山带 印尼的西纳棚火山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层状火山 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复合的锥形火山 它非常活跃 经常有过热的火山灰和气体 沿着斜坡流下来 似乎在发出一种警告信号 提醒人们 它是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但人们仍然生活在这座火山周围 似乎忽视了它所带来的危险 这座西纳棚火山 最近于2018年2月19日喷发 彻底摧毁了山顶 它向天空喷射了近7000米高的有毒火山灰 在莫斯科以东数千公里的西伯利亚腹地 有一个小村庄 那里的气温是世界上有记录以来最低的 大约有500人居住在这里 这里的温度已经下降到零下71摄氏度 手机在这种天气下几乎无法工作 大多数汽车都会点不着火 这里什么都不能种植 即使是酒精 也会开始在这里被冻结成固体 在这里没有夏天 地面是永久冻结的 怀俄明州黄石国家公园下面是一个超级火山 它的威力是普通火山的1000倍 科学家曾认为 这座火山已经休眠了7万年 它喷发的几率相当低 但随着新技术的出现 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被发现了 一个国际地质学家小组发现 数千公里的炙热岩浆正等待着从世界上最危险的火山爆发 到目前为止 大量的岩浆都存在于地下水库中 这些地下水库的作用 就像海绵把岩浆吸进地下 而这些岩浆正准备冲出来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更深的岩浆位于地表以下32公里处左右 人们相信 炽热的熔岩可以填满周围的大峡谷 其体积是喷出到空气中的岩浆和灰烬的11倍 这些岩浆和灰烬实际上可以阻挡阳光 引发河冬天或小冰河时期 超级喷发在我们地球上并不经常发生 因为它需要数百万多年来的积累 上一次黄石火山喷发是在64万年前 如果它喷发的话 超级火山会在距离黄石国家公园1600公里的地方 释放出一层三米高的火山灰 它的威力将是1980年圣海伦斯火山喷发的1000倍 实际上地球上有许多危险的地方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 有些甚至比其他地方更危险 将来我们甚至可能会发现 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或者像超级火山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喷发 很可能改变人类的命运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您认为哪一个更危险呢 请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感谢您的收看